HIGH 大家好 我是小熊 那現在目前大家看到的是我的 ATT-RNY 的開發板 那這是Arduino版 然後我透過Arduino去燒入那個MCU 去燒入這個MCU 那麼我們將那個手臂燈的程式已經寫好了之後呢 搭配睡眠模式 來做測試 那我現在要把那個 手臂燈的電路燒到我的 ATT-RNY MCU裡面 插上我的ICSP的燒入線 開始做燒入 好 這樣就燒入完畢了 那我們把燒入線拔掉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目前是一個呼吸燈在做閃爍 那我現在按一下先關閉 我現在主要讓大家看一下它耗電量 現在睡眠模式它只耗0.2 這邊可以看一下檔位 0.2μA 好 開啟 它這時候耗電量就是 已經超過了 我先弄 這個檔位 20m 它現在 它現在 適量的LED是耗10毫安培 閃爍 快閃 然後這個是 SOS的救救訊號 再來是 快呼吸燈 慢呼吸燈 好 就是 關閉LED 並進入 帶那個休眠模式 那我現在是20m的話是量不到任何電流的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把檔位呢 切到 200μ這裡 好 再開 那因為它已經超過這個檔位 可以顯示的那個 顯示的 欸 範圍 已經超過了 所以它就顯示1 好 那我一樣就再做切換 然後閃爍 快閃 而且這個耗電量都大於 大於200μA 然後再呼吸燈 慢呼吸燈 關閉 好 這時候進入休眠模式 它又 低於0.2μA 所以 目前這個耗電量呢 可以讓電池 在 為使用的狀況下 可以維持的更久 當然 那 我現在目前設計的 這是第一個版本 還有下一個版本 它是完全 用電流是測不到它的 待機電流量的 好 那麼 這個版本 我已經把電路畫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要開始 洗版啊 開始 就是 測量 那個 手臂燈的 原本 壞掉那個 PCB的尺寸 好 然後 把這個電路畫進去之後呢 我就可以改裝 我原本的手臂燈 我原本的手臂燈